今天現在時間是晚上的快要的乾硬充電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特別一點 就是輪胎 然後輪胎呢 不是賽道胎 也不是什麼熱龍胎 是一個接胎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個 輪胎這個品牌呢 是這個叫做達力 那當然接胎呢 它就是在騎乘的極限上面 絕對沒有性能胎來得這麼好 不過這種街道胎呢 就是它的排水性 或者是它的耐磨程度 一定都比性能胎來得經濟實困 那今天我們來 就是要把達力這個輪胎呢 把它安裝上去 我們的六代上面 然後明天呢 就是會來做一個試騎 騎看看這個街道胎 騎起來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輪胎呢 它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到這個 這溝槽裡面呢 就有那個 很像那種腫瘤這樣 一顆一顆的 這個就是 它的一個安全指示 它會有分 高中低三個點 當你摩到最低的時候呢 就表示 建議你 去做更換 它其實 我們剛剛也大概看了一下 其他廠牌的 這個溝槽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也有 但是沒有做到這麼多 它這裡面超多 就是幾條紋路 大概就有三個 高中低的一個指示線 讓你去 要做更換這樣 那這個輪胎 也沒有做什麼加大 對 就是一般尺寸 沒有做加大嘛 好 我們就直接把它安裝上去 GO 所以 我們有一個 好 也要不要去 那這裏 你一定要做的 就在這裏 好 真的 有ibil妙 像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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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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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價錢來說 相對的也不會到這麼的位置 然後他們家其實做的東西 代理的東西其實都蠻特別的 像說我們電控前叉 我們一般都是整座的 他們家是製作電控內管的部分 就只有他們家來製作這樣 所以這部分的這個市場就等於說 只有他們家有在設計 針對內管去開發電控 所以他們家的東西是蠻有特色的 所以如果我們之後呢 各位有想要買新的東西 可以買他們代理的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我們這個廠商的特地遠道而來 那我們下部影片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